公車司機左手抓著方向盤 右手不時滑動手機 車子在行進當中 司機一下看路況 一下看手機 整個過程長達一分多鐘 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手機上 相當危險 誇張的是停下路口等紅綠燈時 司機乾脆連前方路況都不看 直接低頭滑個夠 光看就讓人捏把冷汗 車上乘客看得心驚驚 上前置止司機 司機卻回應是在跟公司回報訊息 過程中司機與乘客爆發口角 正當乘客要下車時 司機居然不讓他離開 整整被關在車上30分鐘 令客運司機在駕駛行為時 有使用手機情形 警方將依據畫面內容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1條之一 依法告發 先開始跟大家休息 那我們現在也不要踏動 如果踏動輸遲的話 我們一定會有屁股出門 公車司機並開車便當低頭足 似乎靠感覺在開車 要是路上有突發狀況 司機根本來不及反應 簡直是拿整圈人的生命開玩笑 記者劉志展黃玉涵桃園報道